你把我爸爸丟下去八天 如果警察都没有找到的话 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认罪 爸爸遭雇主狠心杀害 女儿哽咽指控 凶手毫无悔意行径残暴 可是就是疑点太多 就是变成强制解剖这样子 他制造假设后 就是机车是这样子垂直下去的 然后两侧就是没有刮痕 就是因为太可疑了 父亲连同机车坠入稀盘 还得出动三顿吊车吊起 推测二月八号小年夜爸爸 已经被杀害 除夕的当天凶手弃尸 新化区佐镇西盘 出一家属暴失踪人口 整整过了八天后 才找到爸爸的尸体 二月七号他有去警局报案说 我爸爸还会去找他麻烦这样子 动杀鸡这样子 是机车在旁边 然后我爸爸在那边 然后就是看不到我爸爸的脸了 就是因为他衣服盖住我爸爸的脸 这脸就是已经完全黑了 就是已经看不清了 因为已经第八天才找到 家属认为死亡过程疑点重重 指控凶手连人带车把他推下西盘 会用衣服盖头 是因为曾对死者动搓 导致他脖子骨折 但凶手自首声称 推人的时候死者还有呼吸 把衣解破 证实我爸爸在上面的时候 已经没有气了 可是那凶手就是说 他就是推下去的时候还有气 就是还在说谎 女儿实在想不到 每天和爸爸见面的老板 手段能够如此凶残 希望能有人提供更多画面证据 厘清真相 三连新闻王少宇 灰山